候選人的部分 因為現在是幕僚作業 我們會事先以幕僚作業 原班人馬應該不會換人 除非我們被換掉 主要的就是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政策 政見 第二個就是產生方式 第三個就是公開辯論 還有時辰 那我們先把第一個問題解決 才有辦法討論後面的問題 所以今天沒有討論到你的問題 我想我是尊重黃總幹事的看法 但是我們剛剛是希望 原來今天就可以再進一步討論 但是總幹事是認為 這個沒有決定之前 討論這個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其實我們是有一些想法 我覺得我尊重黃總幹事 就是等 就沒有再討論這個議題下去 其實我們是有備案的 但是要尊重 今天就沒有討論這個議題 說明天會決定下一次的開會時間 那下一次的與會人員 還會是原班人馬嗎 或者是候選人會一起參與討論 另外下一次如果是討論的話 又沒有結論的話 下一步會怎麼做呢 假設性的問題真的是 我不太好回答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見諒 我們沒有辦法回答一些假設性問題 我不知道總幹事的看法 明天我們會是通知對方下次會議 因為主要要回答我們今天沒有共識的部分 會去討論的部分 所以沒有辦法回答你說 如果明天沒有同意的話 大概這個案就沒有啦 對吧 那如果同意當然就會往下繼續談 或者是修正 所以明天會討論說 下次要不要討論修正案 那或者修正方式是什麼 那如果整個案子可能很難達成共識的話 我們也會跟對方當面在做說明 那第二個就是候選人的部分 因為現在是幕僚作業 我們會事先以幕僚作業 原班人馬應該不會換人啦 除非我們被換掉 哈哈哈 謝謝